新南向國家也包含東西 那麼我們目前大概有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紐西蘭、澳洲 還有一個越南 那有這個簽訂雙邊的租稅協定 台商在這八國裡面的投資佔新南向國家已經達到九成了 所以這個算是涵蓋範圍非常廣的 希望透過這樣一個方式 保障台商在新南向國家也好或東水國家也好 能夠收到一個租稅上的一個保障 那減少他們投資在當地的時候的租稅負擔 另外一點就是因為從美中貿易戰以後 然後整個產業鏈的轉移 很多台商就從中國移到 有一些生產金移到這個新南向國家 所以更凸顯了這一部分 我們在租稅協定他們非常重要的地方 在金融面來講 我們九大公共航空目前在東南亞國家 或是新南向國家 總共大概有七十八個分行、支行、紙行 還有這個所謂的辦事處 那這個呢都是可以提供台商在當地金融的資源 至於有一些台商 他基本上他在台灣沒有總部 但他就是把工廠總部設在這個 所謂的新南向國家 只要他員工是台灣的稅務居民的話 他也可以享受到這個所謂的租稅協定的一個保障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是 也是我們公股航空裡面 就是輸出入銀行 他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他有提供各項的這個金融服務 包含了這個比如說輸出的貸款 或輸出的保險 還有協助企業人籌籌比較低的資本 讓他同時透過保險的方式 避免貿易上的風險 輸出銀行它是一個政策性的 這個所謂的輸出信用機構 他除了提供海外的融資 還有這個輸出的融資 還有海外營建工程融資與保證 還有輸出保險 跟海外投資保險等等各項的金融 希望透過他的功能 他協助企業在輸出上面 取得資金 降低他的貿易風險 跟拓展新南向的市場 從104年105年開始規劃要增資 輸出銀行增資200億 109年年底為止 我們輸出銀行的持收資本 已經達到317.11億 希望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這個如果輸贏要再擴大 那這個也是蔡總統非常重視的 7年我們就有一份簽了這個MOU 所以中間大概談了一點多 因為要跨部會的合作 那9月份簽了以後 後續呢事實上我們也分幾個小組 陸陸續續在談 包含租稅協定的 還有這個所謂的基礎建設的 還有金融市場 還有比如說這個印太地區 還有這個中南美地區的 不同的這個小組在談 美國現在有一個所謂的 國際開發融資公司 在他們的這個印太戰略裡面 半年都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希望透過國內的DFC 美國叫DFC 它提供保證 那跟我們一起到這個 比如說東南亞國家 或是中南美洲國家 去做一些基礎建設上面的事情 因為透過這樣一個保證 讓民間的資本 願意去當地做基礎建設 因為基礎建設有時候 它的資本高 風險大 那如果透過這樣 有一些保證機制的話 那基本上廠商就願意去做 是不是透過基金的方式 或是怎麼樣 這個當然未來還可以再進一步 雙方來延商 但是重點就是說 強化這個冰太地區 跟中南美國家的這個合作 讓台灣有一個 國際參與的空間 不只是政府部門 民間部門也有 國際參與的一個空間 要請坐下 我們去做賣家 都會既然 我們去做賣家 我們去做賣家